来来来,各位测妹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把钻石剑就是我吐龙勇士阿阳的配件 我呢,就是用这把剑,亲手消灭了墨影龙 怎么样,厉害吧 哦哟,这就是消灭了墨影龙的钻石剑吗 看着就很锋利的样子,你说是吧 可是,我听说墨影龙不是都会飞的吗 那是怎么用剑砍到他的 咳咳,大家安静一下 咱们今天参观吐龙剑呢,并不是免费的啊 每人两颗钻石,麻烦大家把门票钱交一下 啥,看个剑还要收钱 算了算了,阿门不看了 哎,你们别走啊 哎呀,怎么都走了呀 阿阳 干嘛,人不是都走了吗 刚刚谁在叫我 阿阳,我是你的钻石剑呢 不,不,不会吧 钻石剑怎么可能会说话呀 阿阳,还带我去屠龙吗 妈呀,救命啊,钻石剑成镜了 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杨默的白宝像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 非常神奇的模组 它的名字叫做生命附魔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使用的武器和装备拥有了生命的话 会发生怎么样有趣的事情呢 今天这款模子中啊 就新增加了一本新的附魔术 它可以让我们的武器和装备获得生命 听上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 那么废话不多说 赶紧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呢,这款模子中啊 新添加了一本叫做生命的附魔术 我们可以通过钓鱼 寻找宝箱 或者与村民兑换来获得 有了生命附魔术以后呢 就可以用它来给装备附魔了 当我们成功给钻石剑附魔了生命以后呢 就会发现 它的属性拦珠 新添加了等级 经验 还有性格属性 如果我们使用这把钻石剑打怪的话呢 它就会在左下角的聊天框中 与我们对话 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它 它说话的内容也会不同 自己使用的武器居然能和自己对话 是不是特别神奇啊 不过 唯一的不足就是 这家伙啊 说的全是英语 好家伙 原来我一直用的都是一把外国剑呢 钻石剑除了会说话以外呢 我们用它来消灭怪物的时候 还会获得经验并且升级 是的 你没有听错 钻石剑拥有生命以后啊 就可以升级了 每升一级 钻石剑的伤害就会增加3% 最高可以升到 99999级 满级的钻石剑啊 一刀可以造成20万点的伤害 管你是凋零还是魔影龙啊 全部一刀带走 而除了武器以外呢 魔子龙的所有工具啊 还有装备都可以进行生命附魔 工具每次升级以后啊 会提升3%的效率 而装备每次升级呢 会提升7%的防御 装备的等级越高啊 属性也就越强 不过如果我们给全套的钻石装备 附魔上生命 然后穿上它们去打怪的话呢 就会发现 全身上下的装备都在跟你说话 嗯 有了这套装备 至少在生存冒险的路上 再也不会孤单了 好了 学伙伴们 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装备 赋予生命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下转模组试一试哦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咯